好,昨天呢,我們說要泡噴頭的機器 那我們現在泡完噴頭,泡了一個晚上的噴頭 可以大家看一下 我們泡了一個晚上的噴頭 然後,等一下準備要重新 這是 這是泡的 藥水 那當然我們也有打進去 接下來我希望可以 可以把它移好 如果移不好,就也沒辦法了,就只能夠這樣子交機 後續請客人多印 這個是沒辦法的,機器本來是什麼樣貌 然後我們來進行開機 插電開機 然後呢,這邊 這邊,這邊 這邊看一下齁,這邊的管 管路 因為我們泡噴頭,它一定是會四個管都是空的 很正常 等一下我們開機之後呢 看看 有沒有吸進去 接下來我們把管線這邊先放開 有一點我要跟大家講 有一點我要跟大家講 不管什麼機器只要送到我們手上來 維修也好,改裝也好 當然以我們的立場 能夠幫客人盡量的 能夠幫客人盡量的 修好 一定是 這樣的立場 就是想 能夠幫客人搞定 就是請客人幫客人搞定 除非就真的是沒辦法 那 今天 我們客服有 有 那個 官方來那邊有 聽到客戶的說法 他說他這台機器 是買新的 然後 這個是蠻詭異的 這台機器我們之前的影片有看到 這台機器它已經 它後面的出場日期是2017年 好 就當你是2017年 那 當中會出現一個羅生門 你是在 很久以前買了 印完之後 就印了一次之後 沒印就收起來 然後 很多年後又拿出來 代表它這個是新的 還是你去買了一台全新機 包含裡面的墨水夾 都是全新的 然後 剛裝上機 如果是這樣的話 它意義又不一樣 假如說這台機器是 人家有店家 它進貨 然後2017 2018年進貨 全新機放著 都沒有賣掉 然後到了 2011 到今年 2024年 又或者是說 你是 買了之後都沒有用 到 放在家裡面到2024年 今年 今年 才拿出來用 這個意義是 不一樣的 我們先做清 清潔 假設說你是買了一台全新的 我們 我們這麼說好 Appleton 如果是全新機的話 它的噴頭 通常會有保護液 所以呢 全新機 你買回去放在家裡面 就算你買了5年 6年 拿出來 應該 機器都是ok 沒問題 這個是 我本身比較確認的部分 怕的就是說 你可能很多年以前 買新機器 拿出來 只列印了一張 然後就把機器收起來 裝箱 然後再多年後再拿出來 那這種情況的話 它就已經不算是全新機了 因為它已經隔了很多年了 這一點要 要確認一下 那關於這個部分呢 其實 蠻好查的 因為機器呢 內部都會有數據 機器內部 它什麼時候 開機 什麼時候新機 開機開始裝的 它都會有 它都會有數據 我們都做清潔 看一下這邊 等一下墨水有沒有吸進去 這個很羅生門 這個我還沒有接觸到 客戶本人 所以我也 不太好確認 都是客戶 只是留言 然後說的也沒有很清楚 它就是說它是新機 那到底你的新機概念是 你這個機器是剛買 剛買全新的 還是多年前買全新的 用過一次收起來 然後在你的觀念裡面 你覺得它是全新的 這個意義是不一樣的 但是我要跟大家講一下 我能夠非常確定的就是說 其實有時候我們改裝機器 像這台機器 我就是從頭到尾 從新機拆封 改裝測試連應 整個過程 一刀未剪 就等於是有全程紀錄 也就是說機器本身 如果是什麼狀態 機器是好的狀態 當然它 改裝後列印出來 就是好的 機器如果 原本就有堵塞 那改 設置列印出來 就不行了 這一張就是 這一張就是 它原本的墨水甲 印出來的情況 就 不太行 然後現在 現在我們是 泡了藥水 泡了一個晚上 說實在的 其實 我們維修的 清噴頭這個部分 我們是可以加收費的 但是 但是 改裝的部分 因為改裝的版式 通常這個 我們 也不會去加收啦 但是 但是 絕對不要出現 有一種情況就是說 呃 去把那種 機器本身 有堵塞 不正常的情況 然後 說成是我們 我們 把機器弄成 堵塞不正常 那這樣子就有點 就是太誇張 就是希望不要有這種情況 我們現在看到 感覺上 墨水好像有進去 噢 噢 噢 有喔 四個顏色都進去了 我 我 拍給大家看一下 跟主廳 大不相同 噢 一下子 四個顏色就進去了 我們再多清幾下 看看它能夠恢復到什麼程度 因為 因為有的客人 他的 認知可能不一樣 所謂的 改裝呢 改裝 他只是 幫機器加了一組 公墨系統 有點類似說 你一台車子 我幫你加了一個 比較大的油箱 那你車子的引擎 就是像這個 印表機的噴頭 你車子的引擎是壞的 我給你加多少油都沒有用 因為車子也不會跑 印表機一樣 你的噴頭是堵塞的 我就算外面加了多少墨水給你 你都還是印不出來 這是一個重點 換句話說 你機器要改 你一定要正常 本身正常 才可以改 然後以前 我的職業 因為我做這個 噴墨的這個也是一二十年 我們也會有遇到說 其實客人機器是壞的 他機器是壞的 但是他不跟我們講說他是壞的 比如說噴頭已經堵塞了 他也不講 他就拿上 他過來說我要改 他就想著說 那個 改的時候 你可以隨便幫他清 但是 但是萬一如果是清得通 那還是不成問題的 如果是清不通 那改下去其實是沒用的 那對於我們來講 又浪費工 可能還要浪費料 之類的 那客人可能就是 可能也就是說 就是機器不能修就丟掉 能夠改 能夠修 能夠用到就丟著 但是關於這一點 還是 我不是說每個客人都會這樣子 但是 但是有遇過類似這樣的情況 所以 所以關於我們的話 我們就 當然也是盡可能的 能夠就盡量就 我只能夠說 如果這一台 他的測試列印 就是 新機的測試列印 如果他是黑色的 完全印不出顏色 那這種情況之下 我連改我都不可能會去改裝 我會直接跟客戶講 因為這機器不行 我們就直接聚收 就退掉 退掉 好我們 先印一張噴嘴檢查 剛剛 他抽完墨之後 我感覺他 比昨天 好一些 好很多 喔 看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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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這個藍色的呢 舊回來很多 然後這個黃色呢 也舊回來更多 比藍色還多 那這種情況之下 其實算OK了啦 我們再清潔一下 等一下去做個比對 再清潔一下做個比對 這邊做個這個說明 這種情況代表什麼 就當次老師在講課 這種情況代表說 我們的墨水 有進去噴頭 有透過噴頭前面的孔 有噴出來 但是為什麼這邊有一些 都沒有出來 那當然 這個沒有出來的孔 就是堵塞 嚴重的堵塞 黃色的也有一些孔 是堵塞 但是這個絕對是個好現象 為什麼呢 今天 只要 噴頭這個叫做通的狀態 並不是完全通 它是通 就是我們上面的墨水下去 底下可以出來 這個狀態的話代表說 就算我們上面加了清洗液 也好 加了墨水也好 它都可以到達噴頭的出口 清洗液的話呢 就是浸泡 像我昨天晚上泡了一個晚上 我用Apson的原廠清洗液 泡了一個晚上 如果有看前面影片的 你就知道 前面是多嚴重 它那個是用 連用打的打下去 都是打到 那個管子 反彈 爆回來 那這種情況通常有兩種 一種就是 繼續打清洗液 繼續泡 繼續救這個噴頭 這是一種 另外一種就是這種情況 暫時不用理它 因為為什麼呢 暫時不用理它的話 不代表它會堵塞 暫時不用理它的話 如果客戶回去 經常性列印 墨水有流動 那這些堵塞的 慢慢會被墨水 帶走 逐漸逐漸 它久了之後 它就會越來越通 越來越通 越來越通 那像這個客戶的情況呢 我們基本上幫它通到這樣子 就OK了 我們不會再幫它繼續通 如果硬要把它全部通的話 這個要花費 很多天的時間 因為要泡藥水 什麼之類的 要弄很大一輪 那如果要這樣子 那我們就會收費 簡單的部分的話 我們就 像昨天這樣子 泡藥水弄一下 弄一輪 如果是以改裝的話 早就完成了 就是因為要泡藥水 要清通這個噴頭 要浪費很多時間 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不加收費 但是如果要硬把它清通 那也不保證一定會清得通的 那反而我會比較建議說 客人這樣子就好 回去呢 就多硬一點 它慢慢逐漸的 這個堵塞的點 就會逐漸逐漸的通 那我們現在來硬第二張 為什麼要第二張呢 因為這是 泡完噴頭的第一張 泡完噴頭清潔的第一張 第二張 泡完噴頭清潔的第一張 它有可能這些不是堵塞 甚至已經通了 可能是有氣泡的空氣 造成它不清 第二張再出來我們一比較 原本沒有的 第二張出來還是沒有 那就是堵塞 原本沒有的第二張出來了 那不然它通了 好 這個影片我同樣 也會把它丟到Youtube去 跟之前的影片有 上下集的一個 回憶 那它機器還是 再好清潔 它那個更 是閃爍的 OK 做動作 其實 以我個人來說 我看到這樣子 我很開心 因為我沒有料想到說 我可以把它 這個叫做清 有一半以上都出來 我沒有想到說 昨天那種 賭塞稱 這副德性的那種情況 才可以清成這樣 已經是 我都覺得很開心 看真的 很意外 因為我已經有心理準備了 想說今天如果 泡了一個晚上 沒有什麼成就 沒有什麼效益 那 就算了 這也只能夠 勉強交跡了 好 那我們一張 測試力 這是原本的 我們影片是一刀未剪 我們不經過剪接的 我們不造假 不造假 不剪接 這是我們的 最基本基本的立場 哦 好好好 非常好 哦 哦 這個整個人都送的 來來來來 藍色的整個出來了 看到嗎 藍色的救回來了 好 接下來大家可以看到 黃色的呢 黃色的有看到 這邊出很多 這邊出很少 這個倒不成問題 為什麼 這邊出很多 這邊出很少 就代表這個是氣組 我們再清一下 把氣排掉 它就會正常 哦 我們剩下黃色的 再清一下 你看 這個對於我來講是 非常非常雀躍的事情 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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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說 泡完藥水 你看 這個就是 Applecent 我們有在賣啊 Applecent原廠 清洗液的威力 昨天的影片 有看到的人都知道 賭的 不夠誇張 你看 肚子在救回來 這個就像醫生在救病人啊 救的回來 醫生也很開心 好 我們來看 啊 我雙方 呢 我 他 這也是替這個客人開心啊 歡喜嘎 這藍色一樣全部就回來了 壓根沒想過 雖然我們仔細看喔 它還有一點點的半堵塞 像這個雖然我有點老花 可是我現在有戴眼鏡 像這個的話 這一個點有點半堵塞 出的不是很完整 可是其他的幾乎是完整出來的 很優秀 再把黃色的清了大概九成 基本上就OK了沒問題 機器完全恢復正常 這個算是撿回來了 一般像這一類的機器 如果假設說 以這台機器原本的情況來講 如果你是一般家裡面的用戶 那你是用原廠墨水夾 因為它原本是原廠墨水夾 如果你用原廠墨水夾 然後這兩個顏色堵塞對不對 那有的不知情的用戶呢 一定去買墨水夾 一直清洗一直清洗 一直洗一直洗 然後黑色的墨水洗掉 然後這個洗掉 然後這個雖然不通 可是也是會把晶片的墨水量洗掉 再怎麼洗這兩個都出不來 為什麼 這兩個的堵塞是超級超級嚴重的 你不可能直接用機器功能就清得出來 這是不可能的 你一定要手動配合什麼清洗醫藥水什麼之類的 再去清它才有可能清得通 那這種情況的話 就有可能會造成說 後面客戶清不通 整台機器就丟掉了 很有可能 很有大很大的可能性是這樣子 再不然就是說 純粹就只印黑色 所以這台機器能夠救回來 已經是 應該說今天一整天最值得高興的事情 就是這件事情 就是歡心雀躍 然後 這個影片呢也是 算是接續啦 因為昨天泡了藥水之後我就走了 那剛剛 回來的時候 泡到現在的話 藥水從昨天算到現在的話 應該泡不到24小時 大概是泡了18個小時 因為昨天 大概弄到晚上11點多 然後 現在是晚上6點多 大概是18個小時左右 然後 泡完藥水 像剛剛影片一開頭 我就是直接 插電開機 也就是說昨天 影片的情況 泡完藥水之後 然後我們 然後我們 到今天 昨天的情況就是 它堵塞嘛 然後我們就是 摩水匣拿出來 清洗衣打進去 黃色的 我們只打黃色跟 藍色的 打進去之後呢 然後再 加清洗衣泡 讓它泡到晚上 都溶掉了 我只能夠很清醒說 它雖然有堵塞 但是呢 它不是那種 包含內部管路都獨塞的那一種 超級嚴重的 它 它算很嚴重 但是 不到那種不可救的程度 救得回來 其實都是 很OK的 可是 可能看影片的人會覺得說 我一直在闡述這個 好像 就是 小小黏嘛 但是呢 不知道你們能不能夠體會 那種 機器 本來好像 沒救了 然後它已經就回來了 那種心情 好 我們再印一張 測試令 喔喔 看到嗎 嚴格來說 黃色的有一個孔 堵塞 沒有通 其他的有一兩個孔是半堵塞 沒有完全出 但是 我可以跟它講 有夠啊 OK了 接下來呢 我們直接來印 印照片 我們印照片 測試列印印照片 我們選擇印相片 然後 XP245 列印品質我們先 我們選高 高品質 點列印 好了 我們通知客戶來交機啦 這個是OK的 但是 就是 我們不加收費 這台機器我們清潔的部分 不一定加收費 這是我們的問題 我們沒有 這個 過濾好 不過我覺得這個 也是另類的 聖 聖 聖荷文啦 如果這台機器 如果以我們搬的情況的話 老實說這台機器我們不會收 因為它本身電印不正常 我們不會收 本身電印不正常 我們不會收 除非客戶說他要先維修 維修到正常之後 他才要改 那變成說 我們就會先 幫客戶清 我們先印一張高品質 後面再印一張一般品質 可以 可以了啦 真的 鼓勵都可以好了 整個都恢復了 鬆開 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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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客戶賺到啦 我說的是實在話 如果是 正常情況 這種 已經堵塞成這樣的機器 昨天 正常來講 我們會先跟客人講說 你這機器電印不正常 我們 沒辦法改裝 直接就退了 那退了的話 這台機器的下場 很有可能 因為 墨水甲也很貴 客人也不可能買 所以呢 這台機器的下場 可能就是 會丟掉 在意外的情況之下 我們 改裝了 然後在意外的情況之下 我們去 去清它 然後 更意外的情況之下 居然清通了 那就是賺到 這個客人賺到 本來要丟掉的機器 就垃圾變黃金了 我們第一張 改用高品質 讓它出墨量大一點 然後呢 第二張 我們等一下會用 一般品質 列印完 然後就 結束 交集 那此外呢 特別講一下喔 我們這個改裝的機器呢 是沒有做保固的 回去之後呢 要多硬喔 如果你都不硬的話 堵塞的話 那這個部分 也都是不保固的 要注意這個部分 交集完之後 就是不提供保固的 回去之後呢 要多硬喔 哇 漂亮起來耶 首先漂亮起來 不過高品質列印的話 它時間比較長 蓋起來的情況之下 是像這樣子 這個機器 蓋起來的樣貌 我們的拍攝都 沒有什麼 什麼像網紅直播組 什麼之類的 弄了一堆攝影器材 我們沒有 我們就是 一支手機打遍天下 手機打開就是錄 就是很簡單 這影片錄一錄也是 將近半個小時 這影片錄一錄也是 我會把這影片錄好了 在這個影片錄一錄 我們要準備好 這影片錄一錄 是一個很簡單的 是一個很簡單的 來的影片錄一錄 我可以幫你拍攝 那一些影片錄一錄 我可以拍攝 一錄一錄 可以拍攝 一錄 可以拍攝 一錄 可以拍攝 一錄 是 我知道它为什么会那么慢的啦 因为我选到了相片纸啊 纸张种类选到了相片纸啊 难怪那么慢哦 有够慢的啊 因为一般纸张的 你看 漂亮吗 只是说我选到了相片纸啊 Apson 相片纸啊 那这张印完之后我们再印一张 普通纸 难怪啊难怪那么久 这奇怪怎么会印那么久 不可能那么久啊 我们刚刚列印的时候就是这边纸张啊 这个 这个 我们刚刚这边纸张我们选的相片纸 这是不对的 我们可以选相片纸 这个应该是驱动里面就是直接相片纸啊 对啊这边是选的相片纸啊 我们选文件啊 普通纸啊 然后列印品质高这样子就好了啦 普通纸列印品质高 A4 这样就可以了 However those cards 我们再来어印一张 刚刚那张印好的在这里 见证奇迹的时刻 我在处理仰法攜牌去奇迹 完全清通的四个色 喔闻开开機 wrote 可很开心的 你能救回客人的机器 report是一个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還有高品質 普通質 列印 基本上不可能有印相片質那麼久 不會 會比較快 剛剛看它在跑就知道會比較快 因為它在跑的速度是 在推進的速度是很快的 那我們等一下可以來比較一下 對啊 相片質跟普通質的落差 剛好利用這個機會 那我們放的是普通的影印質而已 沒有什麼很特別的 普通的影印質 相片質反而它 顏色會加深 為什麼 因為相片質本身是比較白亮 所以它墨水會加深 加深之後會給人家有一種 相片很厚實的感覺 不過相對的它在光影的部分 也會比較暗沉 我們看這個寶寶很亮 這邊比較暗 看到嗎 這是選擇普通質 所以其實如果你是喜歡 印比較亮的照片 你就選普通質就好 不需要特別去選什麼相片質列印 不可能說你放普通質 然後你選個相片質 它就會印得更漂亮 不會 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兩張比較 給大家照看 這個 這個 同樣同一台機器 不同色 右邊是選普通質 左邊是選相片質 然後我們再來印一張 同樣的 同樣的紙 我們把鏈印品質改成標準 普通質 然後做鏈印 這個就會快很多了 因為標準的話基本上就是審墨 審墨就會很快很快 看到沒有 當然審墨的話 像這種照片就一定會有刷線 很正常 看到嗎 因為它要審墨水嘛 這審墨的時候就會這樣子刷線 所以千萬記得 印這個 不要用審墨的 千萬不要用審墨的 最好是最起碼都選個 尤其是這台機器 目前這台機器 最可以的話 可以的話我們再印一下 那個 測試利印 可以的話這台機器 因為它剛清通的關係 我會建議 你看 剛剛一用它這個又不出 好 這個不成問題 它只要通了就OK了 我們只要清潔一下它就會回來 清潔一下 它會回來 好那影片就到這裡啦 可以交際了 清潔一下恢復正常之後就OK了 回去之後呢會建議 客戶呢 最好是先用高品質去列印 不要用標準 液冷久了之後 那個 對噴頭通暢會比較有幫助 可以都要用高品質 高品質的速度其實也很快 好